蛤 大家好 我是士林 今天 最以上的直播 到现在也 已经过蛮久的一段时间了 你们说是要连续直播的嘛 中间发生了什么 什麼事情? 其實有... 我上次到... 有提到說我要到台中去做一次身體健康檢查 然後... 在... 回來的時候,不知道是因為... 可能... 比較少出門,然後突然出一趟遠門,還是因為天氣 變化太劇烈的關係,因為... 那幾天變得... 變得特別的冷 所以我... 有大概幾天,我... 有拉肚子啊,然後有... 頭暈,就是昏睡了一整天的現象 那可能... 也因為... 就是... 其實生病是... 一個點,然後還有一個點... 另外一個點就是... 欸...我的... 拖延症 有...有犯 這邊我自己先承認 就是... 我就在...在想收入 嗯... 就是我接下來的... 直播... 好像也不一定說... 一定要... 可能一個主題就... 就講一集... 或者說是一定要... 一次直播就... 就把... 內容講得特別的完整 畢竟它就是幕後花絮 甚至我... 可能分了好幾天講 不然是說以不同面向來分析同一個主題啊 或者說是... 以一種補充的方式來探討 反正就... 盡量是以能持續下去為主 好... 那... 嗯... 在開始今天的主題之前 我先... 大概做一下暖身嘛 就是... 大概講一下嘛 說我最近... 就是我去... 下台中之後的... 一些狀... 後續的狀況 那我說我... 我做了檢查嘛 那... 也... 醫生給我的... 那... 也照了X光 那醫生給我的... 答案是說... 我的身體幾乎沒有因為脊椎... 就是沒有任何的變化 就是跟當初開完刀之後的... 的... 的照X光狀況是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就是沒有任何什麼惡化的現象 所以... 我之前有提到說我身體的一些... 比如說... 比較體落多病的一些問題 可能就不是... 脊椎所... 造成的 所以... 大家可以放心 就是... 我目前是還沒有什麼... 欸... 可能... 重大疾病啊什麼 還沒有 比較... 多是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亞健康的狀態 就是... 這個名詞可能... 欸... 應該年紀比較大的... 朋友 或者說我本身就是... 修這門學科的朋友 可能有聽過 就是... 它是一種介於健康跟... 疾病之間的... 模糊... 中間的模糊地帶 也就是說... 它的狀態... 它的... 它的... 比較多的呈現狀態可能是一種慢性病 就是說它... 不... 不太會... 需要長時間的... 住院啊... 接受治療 就是... 不是這麼的... 的顯性的症狀 就是它是一種... 潛伏在身體裡面的那種... 一些... 很微小的症狀 比如說你可能... 就像... 我提到的時候我會比較... 容易疲累嘛 然後容易... 一些... 身體的免疫反應 比較... 過度 那... 但是又沒有嚴重到說會影響到工作啊 或者是... 一些... 日常的生活 那這樣子的... 的狀態就是... 它就是一種... 雅間鋼的狀態 我覺得現在社會蠻多人是這樣子的狀態 就是... 外表看似很健康啊 但是... 其實是有一些... 身體的不舒服 是... 無省... 無時不刻... 伴隨著你 那... 可能... 也是因為現在社會的壓力... 比較大 然後... 工作環境也變化得比較快速 所以... 在... 很... 就是可能... 可能比較... 比較不容易可以讓身體有一個很好的休息的狀態 甚至你... 可能一到放假的時間可能想要放鬆 反而去... 很多的... 很多的... 追求你... 其他額外的興趣啊 就是... 或是... 追求... 刺激去... 去放鬆 嗯... 就是... 一些... 娛樂 那... 很有可能就會讓... 讓你... 就是... 更不容易察覺到你身體的一些維繫的變化 那... 所以我今天想要討論的主題就是想要聊聊疾病 這一塊 就是... 我的... 標題說為什麼我覺得疾病 是老天給我的最大的禮物 這點我想要探討的... 的... 重點不是在於... 怎麼去... 對抗疾病 而是在於... 想要從不同的面向來去探討說... 人為什麼有疾病 然後... 以及它可以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正面的影響 也就是為什麼它並沒有在演化的... 人類... 演化的過程中 被完全地消滅掉 就是說它... 必然有它... 對於生存來說所... 必須... 就是說以... 生物學的角度來說它... 對於生存來說是有... 正面的意義存在 那... 我就來說一下就是... 疾病對我個人來說它有什麼樣的正面的影響 好了 我想我先從... 我的... 動脊椎手術的前... 手術前跟手術後的... 的... 差別來... 先來講起 就是... 我大概是在十一年前的... 就是... 大概國二那時候... 進行了... 脊椎手術... 然後... 當時就是在... 透過了學校的健康檢查... 才知道我這一點 不然其實... 其實也沒有什麼症狀嘛 就是一般也不會... 特別去... 就是通常會想要去... 看病啊... 都是... 身體有一些不舒服的 但是我當時是沒有這樣子... 的狀況 所以... 在... 檢查過後才發現說... 好像我的脊椎側腕的角度是有點... 有點大 好像... 30度以上 還是... 我記得好像不到60度 但是有... 惡化的現象 所以當時... 才會決定要動手術 不然會... 持續惡化下去的話 是... 將來是可能有癱瘓的風險 好... 那... 其實在手術之前的時候 我的... 身體的體力狀況 並不像現在這麼的虛弱 就是我當時... 因為... 年紀很小嘛 所以就是很癱瘓 很喜歡打電動 那... 打電動的話... 家裡是不太... 允許你長時間來打電動 所以會有一些限制 尤其是我的媽媽 對... 打電動的管教是... 很嚴格 所以... 那一方面我又很貪管想要玩的... 又很想要玩的時間長一點 所以... 我就會... 常常熬夜 因為我... 媽媽是上大業班 所以... 那時候還蠻常熬夜 熬夜又打電動 但是... 長期一起來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就是... 因為你熬夜 而隔天早上精神會不好 就是... 上課會很痛苦 而且... 就是... 你在晚上到家的時候 因為... 可能你也不是很想... 就是... 因為你的那個... 玩的慾望還在 就是... 進不下去看樹 所以... 就比較... 鬼靈驚怪嘛 就是... 覺得說... 能不能好好利用... 同時利用晚上... 跟半夜的時間 然後又... 比較不會有... 精神不好的現象 所以我就... 特別的早睡早起 就是... 什麼樣的早睡早起 就是... 早是... 晚上七點... 然後... 晚上七點睡 早上... 一、兩點起來 這種... 就是... 我這樣子的話 我每天其實可以... 打電動打到四、五個小時 然後隔天可能... 大概六點... 六點半的時候 才去做... 補眠 然後到... 我早上七點才去... 上課 那... 其實我... 我換成這樣子的模式之後 我的... 精神狀態是沒有... 就不像以前是... 完全熬夜 那麼的... 沒精神 就是甚至到學校的時候 因為... 我其實在學校的... 老師對我的... 印象還不錯 因為... 當時成績還不錯 然後... 就是... 但是... 一個... 因為我也... 不太... 不太會... 在上課的時候吵鬧 所以導致... 所以那個時候 有老師在問的時候 就是... 全班同學有誰... 作息是正常的 然後就... 就有同學... 點名說 欸...就是士林 然後老師也... 那時候也說 難怪士林看起來都... 精神就還不錯 那我那時候心裡的... OS 就是有點在切笑 就是... 就是... 我都... 這麼早睡... 早睡早起... 你也知道早睡早起... 的實際的狀況 那... 就是... 竟然還沒有說... 影響到精神 但是... 其實... 並不是說... 這樣子的... 早睡早起... 是... 沒有影響到... 你的精神 而是說... 你可能... 年紀比較小 所以... 還察覺到... 察覺不出來 我覺得這也是很多... 年輕人... 會... 想說... 唱著年輕 然後... 會... 可能... 進行熬夜啊... 然後... 或者說是... 過度的娛樂 就是... 沒有特別的去節制 然後... 也是因為... 不太容易身體不舒服 所以... 就不太會特別去克制 那... 反而很容易在中老年的時候才... 就會... 身體承受不了 所以... 比較容易會到中老年的時候才開始去... 重視... 身體養生這一塊 但是我... 反而很慶幸的是... 因為... 我在... 手術之後... 對... 我還... 講完說... 我手術之後... 因為我那時候住院一個禮拜 出院之後... 我還是很貪穩地想要去... 打一下電動 但是我... 那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我... 好像... 過十二點... 還一點... 還沒有睡 那時候就已經覺得頭... 容易頭暈 很不舒服 就是... 跟手術前的那個體力狀態是差非常多 那... 也因為這樣嘛 就是... 後來就比較沒... 那麼長早睡早起 所以... 在... 我甚至甚至有... 就是... 體力虛到... 我好像... 很常... 上課... 就是下課的時候... 我很常... 就是... 吃飯吃到一半就... 坐在沙發上睡著 就是... 這是... 在手術前完全不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 也就是因為手術之後身體比較虛弱 所以... 所以... 就是... 身體容易有一些... 很容易... 很容易有一些... 有一點... 可能不舒服 就是... 外的一些可能病毒的入侵 我覺得身體就很大的反應 但... 這可能不是身體的這個免疫系統變好 而是說... 我的... 嗯... 就是... 就是... 它... 它的... 壓制出症狀的能力沒那麼強 所以會反現... 反應出... 你的... 這種不舒服的症狀會變得比較明顯 那... 我也是因為... 這一點 所以... 因為人... 都是會... 想要... 去... 解決痛苦 所以... 才會... 就會特別有動力一下 想要去... 研究怎麼... 治療 然後... 因緣機會之下才... 接觸到養生 那... 其實我在... 治療疾病的... 的過程中 我是... 用過蠻多種方法 就是... 也吃過保健食品 然後... 也... 動過手術 就是... 我說的不只是脊椎手術 就是我鼻子過敏 本身... 也有動過手術 那... 其實... 這些... 做法... 其實它是一個... 比較短暫的... 作用 就是... 很可能... 它好的是很快 就是... 我在... 比如說吃... 睡術直銷的保健食品 一個禮拜之後就... 完全沒有症狀了 效果非常的快速 但是... 一個缺點是因為一來它比較貴 好像要... 每個月要一兩千塊 然後... 再來一個... 缺點就是... 我一旦沒有持續下去的時候 它就... 又會復發 所以... 然後... 像手術也是一樣 就是... 我手術之後... 好了一個月了 就是... 整個月都沒有症狀 但是一個月之後又... 又開始... 復發 那... 這幾個方法都是花非常多的錢 但是... 都... 治標不治本 那... 我就會想要去... 去... 去找什麼更快的方法 可以特地的根治 那... 後來我才... 才去看了很多... 一些... 古代的一些醫學相關的典籍 比如說... 《皇帝內經》啊... 《道德經》啊... 這幾個 然後... 也... 其實也不只是醫學 就是因為... 其實在看這些醫學的... 的經典的過程中 我們會發現說... 他其實... 他講求的... 不只是在你身體上的疾病的... 治療 他講求的是... 身心靈全方位的一些... 一些... 療癒 也就是說... 你在... 尤其像是... 中醫... 中醫跟西醫... 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 是從... 根源上... 來去... 對治 就是... 比如說你是... 牙痛... 他可能... 不只是會看你的牙齒 他還會想... 去查... 因為腎... 腎祖骨 會去看你腎臟的問題 譬如說諸如此類... 的這種... 做法 所以他... 也會從你的... 心理的狀態... 以及... 全身性的這種... 這種... 這種... 就是這樣... 辯證... 辯證... 來去... 找出問題的根源 所以我在... 在看這些內容的過程中 也... 很大的程度... 也對我的心靈上有... 不少的提升 就是... 因為我... 因為我一方面... 一方面是想要... 治療疾病 然後一方面... 就本身很... 很特別的去... 就是比較重視... 內在的一些... 追尋 所以... 特別能夠去... Gate 到... 這些... 古代的醫學的經典 他們想要講述的一些... 關於... 修身... 的... 這種... 觀念 所以... 我後來也就... 蠻... 蠻長... 在做... 內在上的提升 這是很長的事情 因為... 我本來就是一個... 內向者 就所謂內向者 他其實... 不是說... 他一定是很... 很封閉 或是說他... 不喜歡跟人家社交 不喜歡跟人家社交 應該說他是一種... 獲取... 資訊... 的... 管道來說 他是更多是以內在的... 管道為主 所以... 我比較多的... 呃... 的... 或者說是叫做充電 給... 充電的... 模式 所以... 我覺得... 也是因為有... 這些... 我身體上的一些... 病痛的疾病 也促使了我這樣子的一個... 因緣 而去... 看到這些... 這方面的資訊 就是他所提到的一些... 根治的方法 就是... 不單單只是說從... 比如說... 醫... 吃藥啊 或者說... 是... 欸... 透過身體的鍛鍊 這些... 這些的一些... 治療 他也追求... 就是... 心理 甚至是靈性上面的一些治療 那... 所以... 在做這些... 學習 或者說 在做這些... 身心靈上的提升的時候 也更... 確認了我... 就是... 未來的一些... 職質 或者說一些生活方向 所以我是... 特別感謝有這段... 因緣 就是說... 有的... 因為有了這樣子的... 疾病 所以... 更關注去... 追求內在的... 一些... 提升 那... 嗯... 那... 我也... 順便講一下就是... 就是... 其實我們人... 人的身體... 就是... 它其實是很奧妙的... 就是... 我們... 現在社會中很多人去... 可能... 很多人忙著工作,忙著賺錢 就是會想要去... 比如說... 加班啊... 或者說是... 學習更多的一些賺錢的機會啊... 但是... 都忽略了一個點就是... 其實我們人的身體就是... 最大的賺錢的... 工具 或者說... 因為說你的身體的狀態是會影響到你的... 做事的一些思維啊... 或者說是... 做學生的能力 以及你的... 我們說... 就是... 一個人做事有沒有... 有沒有破例... 會...會形容說是... 你做... 你做這個人有沒有膽... 也就是說... 為什麼要... 有沒有膽來形容... 其實我們膽... 膽也是一個我們人身體的器官... 就是... 如果你的膽... 膽氣不足的話... 就是你的... 或者你的肝... 有問題的話... 你本身就是做事就會沒有破例... 然後... 像比如說... 聖... 聖主治... 那如果你膽水不足的話... 你很容易會... 做決策的時候就會... 露這一點... 露那一點... 所以... 我是... 就是... 其實養好你的身體... 這本身就是一個... 最好的去... 去維持你的... 財運的一些... 因為說... 培養你的財運的一個最好的方法... 也就是說... 它是... 我還蠻鼓勵大家可以去... 就是... 由內而外... 去... 去... 不管是追求你的人生的一些... 夢想啦... 我覺得說是... 其他的一些目標... 其他的一些目標... 都可以把... 身體健康擺在第一位... 而不單單只是說... 它只是一個... 讓你有體力去賺錢的一個工具... 而是說... 它影響的層面是... 非常廣泛... 那... 那其實... 光靈的身體是怎麼去影響到你的現實生活... 這一點其實... 不管是在... 儒家... 佛家... 甚至道家... 都有一些... 論述... 那... 這些如果要... 要在一集的... 直播內容中... 來去... 說明的話是... 不容易... 所以... 我... 我盡可能的去... 透過... 就是一邊整理... 一邊做直播整理思緒... 然後一邊去... 去... 分享這樣的內容... 那... 我也蠻鼓勵大家可以每天去做... 一個冥想... 或者說叫做打坐... 培養出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就是它的做法是... 把你的... 因為身體是完全不動... 然後也... 盡可能的是... 去... 平息掉自己的一些雜念... 然後存注在自己的呼吸...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你的大腦... 瞬間對你平常... 很...經常的接收外界的資訊... 那瞬間就去... 過多的... 這樣子的外界資訊... 會很容易導致你的... 內在的資訊... 就... 不容易接收... 得到... 因為我們的... 大腦... 大部分時間都是... 藉由我們的意識在做控制... 那它... 很容易... 就是它會... 我們的意識會去... 會決定它的... 它有... 先後之分就是覺得... 我們會... 會... 以... 重要的事情... 重要緊急的事情來... 作為優先的... 的... 就是... 我們大腦會優先處理這樣的資訊... 那一些比較... 內在層面或者說是... 你的身體一些比較... 不起眼的症狀... 那可能就很容易會被我們的大腦... 忽略掉... 而不容易察覺的到... 那... 我們透過打坐冥想就是... 就是... 強化我們內在的感知能力的一種過程... 因為你的... 你在進入你的呼吸的時候... 其實你的... 你的氣息... 你的... 大腦... 會更放大你的內在的... 一些感知... 那其實... 並不是說透過你的打坐冥想來去... 增加了你的感知能力... 應該不能用增加來形容... 而是說用恢復... 因為其實這個內在的感知能力... 是我們與生俱來都有的... 或者說叫做人體的治癒功能... 就是說它並不是一個... 那個... 透過鍛鍊把它練出來... 就是說我們... 是... 因為我們... 就是我們成長... 成長的環境中... 我們慢慢越來越失去這樣子的... 的... 能力... 所以我們需要特別去恢復... 那如果你提升了你的內在的感知能力的話... 你在日後有一些很小的症狀... 你都可以很... 很細微的... 這種身體上的變化... 你都很容易可以察覺得出來... 然後即時的對症下藥...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一個... 嚴嚴益受的一個... 最好的方法... 那其實就跟現在醫學講究的... 定時做健康檢查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健康檢查透過的是儀器... 而且你不一定會... 沒有辦法每天都做健康檢查... 但是透過打坐冥想是有辦法做到的... 而且... 不要講... 講得好像... 好像他... 這麼的懸... 就是... 他也... 不是說... 百... 百分之百什麼的... 問題都能夠... 去... 察覺出來或是說去... 自我修復... 就像比如說... 腦神經它無法再生... 那你一旦受傷了就... 很難去修復它... 但是它可以... 預防... 甚至... 治療大部分的一些... 慢性病... 就是... 大部分的一些... 身體上的症狀... 其實都是來自於... 兩個...兩個大點... 一個是... 身體的... 氣血不循環... 然後... 第二個才是... 你的... 氣血不足... 應該說現在大部分的人都是... 這兩個點... 會導致你的... 身體會... 身體比較容易... 經常性能出一些問題... 那... 如何去... 維持... 就是透過一些養生的方法... 來去... 從根本上去... 預防這些問題... 這也是我... 透過... 從小的體弱多病之中所... 所... 學到的一個最... 最... 最重要的一個道理... 嗯... 好... 那... 今天的話我想暫時就... 先聊到這裡... 就是... 具體說該怎麼去... 進行... 養生的... 就是養生的一些細節... 那... 我之後的... 直播再慢慢分享... 對... 然後再... 對...最後再... 再講到一個點... 就是... 其實這麼... 多的這些... 治療的方法... 我覺得最... 最後最有效的還是... 維持你的... 調整你的日常的... 作息... 也就是... 睡眠、飲食... 跟運動... 這三個點是... 健康的... 不變鐵律... 尤其你在... 尤其睡眠大於... 睡眠... 睡眠大於... 飲食大於...運動... 就是... 我發現很多人... 把這個... 這樣子的順序去... 去搞錯... 比如說... 花了很特別多的時間在運動... 比如說... 一天運動四五個小時... 但是卻... 每天熬夜... 但是... 只睡... 不到八小時... 這樣子是... 比例是... 就是不太平衡... 就是... 如果真的... 要講的話... 這個這樣子又有點... 話題又扯遠... 就是... 比如說... 像前面我提到的時候... 我也曾經... 用保健食品... 跟... 這種... 手術啊... 這些方法... 但是... 都... 只要補資本... 有很大一點就是... 大家都... 想要求快... 就覺得... 想要趕快... 恢復身體... 然後回到工作崗位上... 這樣其實是... 不太好... 就是... 如果... 而且... 反而... 反而你... 你透過... 外力的方法強行的去... 去... 去壓住你的身體的這些症狀的話... 其實反而還會有副作用... 就是... 有點像是你把你的... 身體的警報器響了... 還是你... 就是你的... 家裡... 不是... 就是... 比如說家裡失火... 然後警報器響... 但是你卻只是把警報器滅掉... 而不是去考慮怎麼滅火... 這樣子一樣的道理... 就是警報器響的時候... 它的症... 就是它只是症狀去消瘦... 就是我想要講講一個點就是... 我覺得很多人把... 症狀跟... 疾病這兩件事情... 混為一談... 就是... 我有一點的不舒服... 就是想要把這個症狀趕快的消除掉... 然後去... 比如說哪裡痛... 去吃止痛藥... 或者說... 做很多這種壓制症狀的手段... 但是... 而沒有去想到說... 它的... 這些症狀的根源是在哪裡... 我覺得是... 是有點本貌導致... 那... 其實大部分的一些... 身體的症狀的根源都是來自我們日常的生活作息... 那... 你調整日常生活作息... 它對於你的健康的一些... 反應... 並不一定會乳健康食品... 或者說是... 透過手術來的直接有效... 但是它卻是... 特別的... 長久... 對... 那... 這也是我在... 就是為什麼說... 取名叫... 呂一記是身心靈易經... 想要傳達一個很重要的核心觀念... 那... 其實身體... 身體上跟心理上的層面... 都... 很好理解... 但是... 靈性... 靈這一塊就... 比較複雜... 所以... 我也希望說... 能夠... 藉由... 因為我這方面的資訊看得非常非常多... 那... 一時之間要把它... 很有條理的把它講... 說明清楚是... 不太容易... 所以... 我盡可能去... 慢慢地分享... 那... 如果說... 大家對於我前面所提到的... 概念有什麼疑問呢... 就是... 比如說如何打坐冥想... 然後... 為什麼說有一些... 比如說道德經... 還是佛經... 就他們講的也有一些... 道理是... 跟醫學上有相關... 然後... 或者說... 想要了解一些... 比如說靈... 就是說... 如何做靈性上的... 的療癒... 這一塊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也...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 留言敲碗... 那我就會優先做這樣子的主題... 如果說... 我的... 力所能及的範圍... 慢慢給大家做整理... 那今天的... 內容就先講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 收看... 以及收聽... 好... 掰掰...